两位美国高级官员披露 神秘声波攻击事件导致贺锦丽原定的越南之行被短暂推迟 副总统办公室表示 由于河内最近可能发生异常的健康事件 贺锦丽的代表团被推迟离开新加坡 这位官员说 这次神秘的声波事件发生在外交人员的家里 而不是在美国大使馆 由于越南目前处于中共病毒疫情封锁状态 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家里工作 两位官员证实贺锦丽办公室的声明 指的就是哈瓦那综合症 这种神秘声波导致的疾病 2016年首次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出现 症状包括不明原因的头疼 耳鸣和听力受损等 新台人记者凤华 姜迪亚综合报道